我們最後把這個完成的話 我希望說可以在旁邊再加按鈕 所以我們剛剛做了幾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的話也許就是 剛剛還記得嗎 第一個我們是加了這個 module 1裡面的這個 叫匯率下載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先加一個 插入一個什麼 開發輪裡面的插入 表單控制在裡面按鈕 你可以把它拖拉一個 在這邊好了 拖拉一個這個叫 叫匯率下載 OK直到這個吧 這個sub的話其實就是一個具體 然後把這個名稱複製之後 按確定 然後把這個按鈕給改成這個 OK 那當然你把它加上去之後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那當然你可以跑跑看 不過按下去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按下去應該會重新幫你 跑這個資料 可是各位還記得吧 剛剛我們在匯率下載的時候 這個日期原來是沒有斜線的 那我們怎麼有斜線 因為我們插入一個欄位有沒有 把它加了斜線再把它貼回去 可是如果你今天執行這個 匯率下載 按一下有沒有 你會發現重新跑了喔 這邊資料有沒有更新 有更新的 但是它會怎麼做呢 它會把你的日期又把它恢復成原狀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這個程式 其實是這個匯率下載 它程式是先把舊資料給清除掉 再去下載新的資料 那問題來了 那以後如果我假設隔天 我要下載新資料 那豈不是我是不是還要再做這個 插入一欄 然後把它加斜線再貼回去的動作嗎 這樣好像沒什麼效率耶 好像就差一步耶 當然也已經很快啦 只是說 如果我還要再做一個人工作業 那是不是我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那我乾脆呢 直接寫一個VBA程式 就是就直接寫在哪裡 寫在匯率下載的下方 當它下載完之後呢 它就直接修正日期算了 可是問題這程式怎麼寫 其實也不難寫啦 其實這個寫的話 你可以在底下 先寫一個SUB好了 這個SUB的名稱也許叫什麼 修正日期好了 所以也許寫一個叫修正日期 然後呢這個修正日期的SUB 其實原理原則跟之前寫過的程式差不多 修正日期 那如果你要寫一個修正日期的一個程式的話 你就寫一個SUB 修正日期Enter 那再來的話呢怎麼修正 其實呢 因為我們這個有個範圍 第二列到第幾列呢 Ctrl向下 38列 所以你可以先寫一個迴圈 for一樣啦 因為這個範圍之內的儲存格 我都要處理 所以你跟它講說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 2 38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那請你幫我把這個範圍之內的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呢 那個i列的a欄 i列的a欄 i列的a欄 所以你打一個Sales i列的a欄的話 然後再串中間兩個字 再串一個斜線 再串尾巴的兩個字 OK 其實邏輯跟剛剛的那個公式蠻像的 差別只是說把它寫在VBA裡 所以喔 寫的方法 我們把它換一個地方 那一樣啦 就是LAPT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LAPT LAPT的話呢 請你幫我把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的話就這個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取前四個 OK 然後呢 那空一個AND 空一個 特別注意啦 因為VBA裡面的AND 前後一定要空白 它有點像是 那個英文裡面的那個 字跟字中間一定要空白的意思 然後AND 一個斜線 所以這邊加一個斜線 然後在AND 什麼呢 一樣 MID 前括弧 那再把什麼呢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指的就是這個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來複製 Sales i列的a欄 要哪一個字 第五個字 取幾個字 這個是月嘛 跟剛剛一樣 然後再串一個斜線 你可以拿這個來複製 因為一樣的 串一個斜線 然後再串 再加上那個最右邊的 所謂Write 然後一樣是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後面兩個字 Write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兩個字 這樣就OK了 那它會幫我把它串完 一個新規則之後呢 再把新的有斜線的資料呢 把它丟回到它這個儲存格的地方 可是你說老師 那原來不是有資料嗎 對 它會把它蓋過去 所以蓋過去的資料就是有斜線的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寫完之後按F8 一行跑 這樣比較可以看到細節 你可以看到 當i等於1的時候 從2開始 然後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所以我把它串完之後丟過來 你會發現 這個跑完的結果 有沒有發現 這個儲存格就有斜線了 OK 其他一直都可以推 所以執行一下 最後好像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它這個寬 這個有個緊緻 這個寬度不足 所以你可以在最下面多寫一個 叫 A欄幫我調整一下 自動調整欄寬 所以叫Column Column 指的就是欄的物件 然後呢幫我做什麼 幫我自動調整一下欄寬 所以A欄 那自動調整就Auto Fit 所以你就打一個Auto Auto Fit OK 這樣的話就自動調整欄寬 執行一下 這個就可能要先重跑一下匯率下載 好 重跑 讓它可以先抓新資料 然後再幫我做修正日期 有沒有 它剛剛會藍寬不足 不過因為加了這一行 它藍寬就沒有不足問題 而且格式也修好了 那最後當然呢 如果我希望兩個 匯率下載完之後 自動修正日期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可以把修正日期的 這個名稱放這邊 然後加一個Col就可以了 Col的話就是呼叫 意思是幫我匯率下載之後呢 順便也幫我修正日期 我們修正一下日期 執行看看 看看應該沒有 沒有 現在有沒有 有啊 現在全部幫你修正好了 不然的話 你可能中間又少一個 所以最後呢 我們又加上修正日期 記得喔 加在哪裡 匯率下載的這個地方 把它Col一下 那這一段的話 基本上在哪裡啊 其實我雲端白板上面其實也有 在這邊 你們往上找 在這裡 應該是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五頁的地方 就這一段啦 差別只是說 我這邊是寫成向下追蹤的 當然你可以改成那個啦 向下追蹤 或者你改成38 但是我是建議 最好是要追蹤 為什麼 因為明天的匯率又會多一個 它的數量絕對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今天寫成固定的 下個明天後天可能又 會需要改程式 所以最好是 改成向下追蹤的方式 那不過今天 我們先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把它改一個那個 向下追蹤的方式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做完第一個啦 匯率下載 那再來其他的話就是 我的習慣是把這個按鈕複製一下 然後再分別產生什麼 產生那個美元折線圖 這個的話改成叫美元折線圖好了 OK 然後底下的話呢 就是在一個什麼 在 我們好像有做一個 人民幣折線圖 人民幣折線 歐元不用了 反正做兩個意思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全部折線圖 那當然啦 如果你假設要畫 按鈕 我是建議啦 我的習慣是直接拿上面來貼 再來按右鍵 重新改 為什麼 因為按鈕會一模一樣大 你就不用再去管說它的大小 會不會調的一模一樣 然後最後這邊就是在一個什麼 全部折線圖 然後把它改一下 全部折線圖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複製再貼一個 最後的話就是 指定它是三圖 OK 好 那今天的話原則上 就大概這五個按鈕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第一個 匯率下載剛剛做過了 第二個 美元折線圖 人民幣折線圖 三圖 然後全部折線圖 有沒有按下去 全部都有了 OK 那今天的部分 主要都是在 撰寫程式啦 當然這個是還蠻好用的 那將來的話呢 我是希望你們那個 其中報告的部分 就是多增加一些有關那個 這個這個 VBA程式的自動化部分 所以請各位看看 或者甚至你可以再換一個 那個資料吧 把那個 只要是CSV啦 其實都可以 同樣的方式 你把它抓下來 然後呢 每一個每一個 把它畫一個圖出來 感覺其實就蠻 就是蠻 你幹嘛可以做一些 這個這個 資料的判斷 我覺得就 不需要說 你還在看原始資料 這個當然 不太好解析的這個問題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今天的這個練習 把它試著完成 那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可以想想看吧 如果假設你不要放那個 從上到下只有一欄 你希望兩欄的話 左邊 右邊 各一個 先美元再 人民幣本來放下面 那如果我希望把它放 右邊一個左一個右 一個左一個右 有沒有 這樣感覺好像可以放更多 不然的話 你還要捲動到下面 你說光看圖 就花的時間 反而更沒 如果你希望 可以放兩個 當然你說要放三個 也可以啦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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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道理 你要一二三四也可以啦 OK 所以請各位 這個部分可以試著延伸去思考 那後面其實我都有答案 如果你假設想要知道的話 那其他當然呢 你除了說可以放在 同一個工作表之外 你其實也可以放不同工作表 也許你可以比如說 在新一個工作表 然後把資料放在前面 放在左邊的工作表 然後呢 圖放在右邊的工作表 那不是可以切來切去的 OK OK 試試看